陈云怡 大家好 我是陈云怡 那在六年前 我跟我先生创造了一个品牌 叫掌声鼓励 所以每一次我们出场的时候 就请来宾掌声鼓励鼓励 谢谢 这个名字呢 它占了很多便宜 因为 我们就是为台湾依旧美好的事物 掌声鼓励 在六年前我们出发的时候 因为我们觉得 台湾有好多好多依然存在的美德 那些一直没有改变的事情 我们应该卷起瘦子 卷起库管 然后到土地上面去做一点点 什么可以改变自己的事情 不再听那些声音影响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们就回头到土地上面去寻找 那些依旧存在的美好事物 那果真 土地就是在我们脚底下 我们所走过的路 他不会背叛我们 所有美好的事情依然存在在那里 所以 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特别是台湾的稻农 米农 他们在土地上面一行一行的耕耘着 他们的作品 以至于我们有了好吃的米饭 那因为呢 他们为我们在土地上面弯腰 然后跪在土地里面 从他们的手掌当中伸出了饱足我们的米粒 于是我们要给他们用力的大声的掌声鼓励 也谢谢他们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名称的由来 那非常谢谢泰山文教基金会的推动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今天原本我们的主题就叫做 我们的诺亚方舟 为什么是诺亚方舟呢 刚刚主持人有帮我们开场祈祷 就是对台湾是一座 对我而言 台湾是一座植物 生物 然后非常非常众多 非常非常丰富的岛屿 不管地壳的怎么变动 然后冰河的几次来去 很多生物他们选择了台湾作为他们生命落脚 以及繁衍后代的那座堡垒 然后六百多万年前 这座因为由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板块 共同推起来的岛屿 到现在它的土地能量是非常的成熟而年轻的 相较于中国大陆或相较于印度 欧洲这些古老的路块 我们的土地的元素 那些微量元素跟能量 是刚刚好稳定 而且又很有活力的 所以各位 我们在这座土地上面 所生产出来的粮食 它是何其的珍贵啊 那我现在就开始跟大家慢慢分享 这六年 我们一路从台北 花莲 台东 所看到的这些美好的影像 它给我们的力量 我稍微小小的 跟大家炫耀一下好了 这个掌声鼓励的品牌呢 成立六年 虽然很年轻 还在儿童阶段 但是从去年前年开始 我们在国内拿下了文创的金奖 然后连续两届 那去年我们拿了德国红典的设计奖项 那这个德国红典的设计奖项呢 它在全球它是很重要的一个 媲美奥斯卡金像奖这样子的设计界的奖项 那今年我们又再拿下了四座三座大奖 那再来的话就是去年十二月的时候 我们在香港拿下了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大奖 其中还包括了这个品牌它在文化类的表现以及我们的包装 一起米 这是我们的最经典的那个包装 然后还有我们对于把台湾土地的美好的滋味 这是一包米 我们做成一个家书的形式 里面只有三百克 三百克大概只有两碗饭 只能煮四碗米 对不起 两杯米只能煮四碗饭 那干什么用的呢 绝对不是满足大家的胃肠的 是饱足心灵用的 那于是就是给那些海外的游子 在远在他乡思念台湾土地的滋味的时候 带出去当作伴手礼物 那还有以及离开台湾的这些旅客 台湾是一个美食的岛屿 所以在台湾吃到喝到美好的滋味 最后离境的时候想要带走的是什么风味 那我们也在成品等等这些比较有风格的好店里面在贩售 那我们是很努力的把看似原本非常平凡平时 每天一直在接触的那些白米饭 然后把它变成了精品 这些包装有人说它太过度了 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有点诧异 这个包装它就是两层牛皮纸 然后我们用牛皮纸腾扎好 上面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我们用毛笔字手写 关于农家人的故事 讲的就是农家的我们的农夫 以及它的品种以及它的产地 那它的过度包装 那个过度在哪里呢 它有像很多糕饼那样子层层叠叠吗 然后我就想说哇这样子怎么办 还要过这样还算过度 我有一点难以理解 那也有人跟我讲说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包装 然后我也很感谢 那我听到一个比较中肯的说法是 它是一个非常感动人的包装 那我就欣然接受 于是我慢慢理解了什么是过度 因为我们好多客人是买回去以后 或者是被赠送之后 舍不得打开来吃 它要先拜拜 或者要先怎么样 然后供过之后 它才要吃 那甚至中秋节收到了 舍不得开 过年时候打电话来问我们说 生米虫了怎么办 我们说啊 那个我们的米 因为是小农家新鲜碾制的 我们用牛皮纸 只包两层 就是逼大家趁新鲜吃掉 我们的包装是为了不方便 就是不要让你放久 不要久放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包装 那发现原来那个是感情的过度浓重 以至于大家舍不得拆开 那我明白了 原来所有的人都对白米饭 有一种非常非常感谢的心意 只是在过去 可能很少人寻找到那个窗口 就是自己心灵的窗口 想要对白米饭 每天吃的那碗白米饭 好好说声谢谢 所以当他们看到这样的包装的时候 觉得很舍不得 那这个包装是我们敬天爱地 要谢谢老天爷赐给我们食物的一份真心真意 所以它的确不是拿来做日常生活饮食用的 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每年总有几个时刻 你要跟最值得的人 好好吃顿饭围着圆桌团圆的时候 或者你要好好地犒赏自己 然后为自己鼓励或者奖励或者庆祝每一些美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在那个时刻 你有想到好好的找一包最好吃的米来吃 那就够了 那所以我们还是在台湾的这个食米市场里面 我们希望它没有去动摇 因为它不便宜啦 一包1.5公斤卖380块 但也没有说多贵啦 但是就是如果相较于日常生活的食用米而言的话 我们觉得我们想提供的是一份谢天谢地的礼物 不用天天吃值得的食客来吃就好了 所以它不会动摇到日常生活 那个安定的那个民生的那个部分 因为台湾还有好多认真的农家 很多很棒的组织 像上下游 像直接跟农夫买 还有好多 杨如门他们的那个248农学市集 大家都可以直接的跟农 产地的农夫买到新鲜好吃的农作物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份礼物的时候 可以想到掌声鼓励 那这个包装 为我们在国际上拿下了不少的奖项 然后还包括了这是一罐花蜜的表现 以及我们做的台湾茶 这一系列其实有一个步骤 第一步我们像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为台湾依旧美好的事物掌声鼓励 第二步 我们这个小团队去发现台湾的茶 然后我们想做的事情是 要向台湾的高山流水致敬 到第三步 当我们开始开启了蜂蜜的花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台湾是众神祝福的岛屿 它是生物的诺雅方舟 所以这是我们的三部曲 那我们的人非常少 我们只有 刚刚画面上面看到的 这就是我们去年拿下这些国际大奖的时候 我们总共就这些人 我们做到了这件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去年我们站在香港那个国际的城市里面 跟世界说台湾土地的故事 这是今年我们又继续 对不起 今年我们拿四座 对 然后我们又拿到了 再次拿到了这些奖项 然后是一个荣耀 那航空帆布包大家看到了 那是来自产地的家书 它是稻米 赫彩茶座跟众神的花园 这是我们的初衷 我们一直弯腰在做 在土地上做 那有了机会 我们也站到国际的舞台 向全世界上台一举功 谢谢大家看到了台湾 这是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价值 就是这个土地 刚刚一开场的时候我有提到 因为是欧亚大陆板块 跟菲律宾板块的共同推积 在六百多万年前 这座岛屿再次浮出海面 然后稳定住了 我们有高山 然后呢我们的整个 生物的分布的状况是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所有热带植物 它向北延伸生命落脚的最顶点 是台湾 所有寒带植物 它们向南延伸 它们的生命落脚处 也在台湾 我们这是一个大交集 太丰富太精彩了 所以光是乌来这座小山头 你可以从山脚看到蕨类植物 一直到 到了山顶 你可以看到了那些真叶林 如果我们跑到了雪山的话 你可以看到那些荒原 高原的那些 建筑这样子的高冷植物 好特别的现象 的确 台湾的生物的密度 它是在全世界排名前十名的 这样子的荣耀 我们到底知不知道 今生有幸 我们跟这么多的生物共融 在这座岛屿上面 它其实 我觉得不是政治力 或者是任何宗教 或者是其他意识形态 要去表达的 而是 这就是这座岛屿的人民 所展现出来的友善 谢天爱地 然后敬爱这面土地上面 所有的生物 我们跟他们共融共好 这是人民所展现出来的国力 所以我们的食物 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可以丰富的 可以非常的美好的 但是过去我们 到底有没有看见 自己这个稀有的价值 我们很努力的一直在做 再报告一个好消息 昨天是10月1号 我们刚刚拿下了日本Good Design的奖项 也是刚刚那一包米 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的稻米 是有一种骄傲感的 那我们闯到了那个国度里面去 用我们台湾的稻米 用台湾的设计 用这片土地所生长出来的作物 去到那个一直也蛮骄傲的国家 我们到那里去摘下了一个设计大奖 我们非常谢谢他们在设计界 对我们的肯定 但是我们仍然忍不住 小小声的在我们的网路上写 说着 钓鱼台是我们的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努力的事情 所以呢 这是我们在花莲 对 不 这个是好 对在花莲 玉里长梁 那个长梁 你看那个名字多美 就是千莫良田 然后一直绵延不断 长梁这个地方 它从前年开始 有一些土地开始被收编回来 它过去可能是属于退府会的 后来农委会把它慢慢收集起来 然后做成有机集区 那掌声鼓励对比有机是非常支持的 但是对我们而言 应该不是只有有机是唯一的选择 还有其他种可能 我们都非常乐意去支持 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在这块岛屿上面 去挖掘各个小农家他们的态度 那这个画面 对 在我们心目中 它是一条好长好远的道路 就是为了要奉献给远方的 就好像 那个这个有机产销班 有好多的阿公阿嬷 他们都七八十岁了 他们在做有机耶 那所以呢 那个产销班的经理 三四十岁 已经四十岁了 他说 有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嬷都没有放弃 那我们年轻人怎么可以放弃呢 那所以那个 是一个很动人的 在花莲地区发生的 产销班的故事 待会在后面 我会跟大家慢慢分享